大家好 我们的网络会议即将开始 因为现在已经是两点三十分了 那我们按照我们原来的预期计划 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我们的网络会议 今天本次我们网络会议主要讲的是我们Toladex 一个新的预众软件 我们将按照以下四个部分来介绍我们本次的网络会议 首先是我们的量产编程以及我们的Toladex 一个新的大概的介绍 但我们在第三个环节我们会来做一个实际的操作 在我们Colable MX6模块上如何教您使用Toladex 一个新的模块来安装您自己的操作系统 那以及最后一部分我们会演示一个实际的案例 特别是适合于量产编程的一个场景 当您在模块自动上电时候自动安装你所需要的一个应用程序 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Toladex installer的大介绍 Toladex installer这个软件它其实是预装在我们的MX6的模块上面 或许你现在已经使用过这个软件 主要是主要如果您在近期特别是在下半年从我们Toladex 购买新的MX6的模块 无论是Apalys还是Colibrate模块 我们出厂预装的系统都将会从原来的Linux或者Windows CE 切换到Toladex installer上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你拿到模块 在当你开机启动的时候 以及你连接显示器和连接你的调式窜口 在这个时候你用之前的模块 你将会看到这些界面 上面是Windows CE的 下面是Linux的一个操作系统 这是我们现有的客户 包括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可以在之前你拿到的任何的Colibrate 或者Apalys MX6模块上 你看到的所有的一个开机启动的一个状态 你能看到一个CE或者Linux界面 以及在窗口里面可以通过相应的命令 来无论进入eboot还是eboot 进行相应的操作 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界面 因为在这么多时间之内 大家可能已经对这个操作 已经是相当熟悉了 那么从2017年 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开始 我们新的MX6模块上面 我们的出厂系统 预装的系统都将换成了e的installer 那如果你连接显示机之后 这个就像是你看到的我们新的开机画面 这个开机画面上你看到的是 它不再是Windows 11也不再是Linux 是一个允许你安装的一个界面 其实是上面能列出它允许安装的 也最大的操作系统 这些操作系统其实是我们Toratex 已经默认提供了 放在我们云端服务器上的一个操作系统镜下 那您就可以直接从这边下载安装 到你本地的模块里面 Toratex Installer 它这个工具相对于我们之前的 CE和Linux操作系统来讲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是由您来自己选择 你是需要安装Linux的 而是Windows CE的 你可以在两种操作系统里面 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来安装 这就是我们目前你拿到新的Aparlis 或者是Colibre的M16模块 开机时候你看到的一个启动画面 这当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 那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 RM16模块 包括我们的Aparlis Colibre就是我们现在在 凭PPT左边列出的 这些模块是我们目前受到影响的 就是说从你现在开始 如果你采购新的模块 那你拿到手上 我们交付给你的时候 模块上面 就安装了 就已经预装了 Ether Installer这一个工具 那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说 你要使用这个工具 来安装你自己的操作系统 那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是已经是在 RM16模块上面预装了这些 当然在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中 从2018年开始 我们会陆续的在我们新的模块上 比如说RMX7 以及我们现在的Tegra TK1模块 以及甚至我们接下来 明年会发布的新的RMX8 这个模块 我们所有接下来新的产品 我们都会采用ToradX Installer 作为它的预装的软件 当然有些用户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说我们如果上面预装了这个软件之后 相比于我们CE 特别是Windows 10操作系统 因为我们Windows 10 它其实是有个License的授权的 那我们在这想告诉大家是 虽然说我们预装的是软件 从CE换成了Eden Installer这些工具 但是模块本身的License授权 这一个属性它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也就是说当你拿到自己的模块的时候 如果你运行的 那你的License其实它是保持不变的 之前我们是用的Lontime License的 所有的一些功能或者它的一些授权 在新的模块里面你通过Toradix Ininstaller来安装一下 你还可以继续非常合法的使用 Windows 10 那对于Linux来说 这个就不存在License方面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顾虑 因为整个系统都是开源的 Toradix Ininstaller 这是我们预装软件的一个主要的变化 那之所以我们引入这一个软件 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想让给用户提供 一个更方便的一个平台 帮你运户来自己来从Windows CE切换到Linux 或者是从Linux切换到Windows CE 这做一个交叉的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操作系统的安装 因为原来可能大家了解到 如果你想用从CE切到Linux 或者你在使用Linux的时候 你突然想评估Windows CE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它实时性 那你可能要切换过来的时候 你可能的操作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我们如果你操作过话 你可能会记得它需要有很多的一些命令行动操作 那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Installer这些工具之后 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图讯哈拉的界面 直接从CE切换到Linux 或者从Linux切换到Windows CE 那除了这一个非常简便的操作系统的安装的功能之外 另外一个带来的好处就是说它量产编程 因为我们可能之前会有一些概念 当我们一块新的芯片 把所有程序全部都开发完整之后 我要进入到一个产线上做一个量产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可能是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工作上的更改 原来如果我们处于研发能源 我可以在这边手头上无论是用SD卡还是网络或者U盘 我敲一些命令我自己全部不能倒立 但是在生产性上的时候 所有的操作功能 他们可能没有非常晚辈的嵌入式开发的一个知识处备 他不知道他的串口上要操作什么内容 他的一个规划 对他来说所有的操作主要是越简单越好 最大的方法就是我一上去 然后开了家电 然后他自动的完成 所有东西他后台他全部都能自己的完成 完成这些东西 如果中间有错误 那他就会挑出一个错误来 提示操作人员 在当前的量产编程过程中在刷系统的时候 可能出现了一点错误 Toradink installer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工具 就是说我们可以再用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简单的方法 在我们同时超新我们的MX6模块 比如说你可以是同时超新100遍或者1000遍 那这个过程对Toradink installer这些工具来讲 他都是一样的 对于操作产生的工作能源来讲 他也不需要特别复杂或额外的一些操作 那么因为之所以我们会提出这一个工具的时候 是因为相对于我们原来的MCU这种的烧写方式 现在更高端的嵌入是特别是ARM的这种平台 它其实烧写操作系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 对MCU我们可能解体的这种方式 直接从在线方式直接把它给灌进去 也不需要有特别多的一些文件系统还是的话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 比如说Windows CE还是Linux 首先它的文件系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 特别是Linux 当你如果是用一个默认的系统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整一个系统可能会有好几百兆 但是如果是用GTAG这种编程的方式 这种工具来烧写一个几百兆文件 如果您之前使用过像无论是KO的有Link 或者是CGTA的GTAG这一种工具的时候 你会发现通过这一种工具烧写一个上百兆文件 那只是比较耗时的一个操作 因为它整一个传输带宽并没有像我们比如说以太网 或者是SD卡U盘来的这么快 操作现在使用操作系统的情况下 Windows CE或Linux 它其实还更加多的涉及到我不同的文件 比如说我的启动文件 无论是eboot还是eboot 以及我后面的kernel 以及应用程序 以及我的文件系统 它其实整一个文件都是有不同的规划的 如果是用GTAG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这种方式 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特别是比如说是我们的存储元件 eMMC这种发生更改之后 那你就意味着 如果你用GTAG 那你GTAG的脚本也需要相应的做一个操作 那这几个过程这样是非常耗事的 而且对于产线上的功能来讲 这种过程也对他们的要求 技能要求也是相当高的 那用Tradicast Installer这一工具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集中化的统一的方式 无论说你把这个一个烧写的文件 放在我们本地的油盘SD卡 或者我在远程的局域网里面的一个服务器上 做一个统一管理 它都是可以的 那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在产线上用一个 相对精简的一个烧写平台的一个夹具 然后让我们的操作功能 以一个尽量少的一个操作步骤 甚至是不需要任何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手工输入这种方式 来实现我们量产别者 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推出Tradicast Installer 这一工具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方便我们的用户 无论你是Windows CE的 还是Ninux的用户 来进行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量产操作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刚才您前面也看到 就是说当你拿到新模块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Installer这一工具 首先它是一个比原来我们用 命令行的方式操作来讲 它是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当您启动这个画面 并且在联网情况下 你能看到我们已经 预先提供了一个操作性能 安装的一个选项 它有Windows CE的 也有Linux的 那你直接选中对应的 再稍微就可以 所有的这些操作 你都可以在图形化界面里面来完成 另外的就是说是 在我们的模块的预装的 模块的上面介绍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目前来说我们的主要是在MX6 那接下来在我们后续 其他新的模块上面 我们也全部都会慢慢引入了 这一个预装的软件 所以那我们首先大概来看一下 Toradix Ininstaller 这一个工具的 简单的介绍安装 那先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视频 这个就是Toradix Installer 在Apalis MX6上模块上的一个演示 那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话是 现在模块已经启动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了 Linux这一个模块 这一个操作系统 来进行安装 那这整个过程来说 就相当于来说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过程 你只需要把我们的模块 我们这里是以我们的Apalis MX6 也就是我们四核的MX6模块来做一个演示 但这个我们是用一个 相当于来说一些录制视频的方式 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个现场操作 包括他一些后面一些后台配置 怎么来操作的 那这里的话就是你 首先把我们模块装到我们的底板上 然后你只要连接我们的电源 并且连接显示器 那显示器的话 目前来说它可以支持多一种 像我们现在屏幕里 我们看到的我们是连接了一块 LCD的液晶屏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 比如说是DVI或者HDMI 连接一个现成的桌面显示器 它可以会把你所有的一些 显示的一些图形界面 投射到不同的屏幕里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连接我们的鼠标跟键盘 因为我们如果你用屏幕操作方式 我们需要用鼠标来点击 或者选择你需要安装的镜像 那这就是我们所已经看到的 当你连接了我们所有基本的配置之后 它可以连接 但是你会发现 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连接网络 所以说我们没法从我们 Tradix服务器上获取到镜像 那当我们把网络连接上之后 当然这个网络是要保证你的MK16模块 能够访问到公网 也就是网上的外网 那它就可以从我们Tradix服务器上 来下载这现存的镜像 既然我们在屏幕看到的 有Windows C71加2013的Linux 那我们选择我们所需要安装的操作系统 然后点击install这一个镜像 这一个按钮 它会提示我们会把我们现有的 Flash上所有东西全部都给覆盖掉 那这一过程呢 它会从我们的服务器上 自动下载下载下来 但我们接下来会在国内野力会很快 上线我们本地的自信价服务器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用户可以非常快的速度下载 那整个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给模块给它重新上电 给它复位 其中之后呢 它会就进入到我们新钢材 从我们网上下下来的镜像里面来 那这整个过程就是相对和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用户它不需要做一些额外的操作 特别是输入命令 我们都没有输入任何的命令 整个过程都是在我们图形化界面里面完成的 这个软件就是接下来你拿到新的MX6模块 你将会看到的一个操作 当然如果你是什么MX7或者TKTK1这个模块的 在明年的稍晚一些时候 你同样也会看到 在它的模块上预装了 这一个Edeninstaller这个工具 OK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介绍一下Edeninstaller这个工具 它具体是怎么组成的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位它要MX6这个模块 它首先要安装一个程序 它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在我们模块上已经预装了的 TwitXEdeninstaller这一个软件 那这个软件呢 是在Appalys或者ColipLampus上 我们已经固化到我们的Flash上 就是说用户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运行这一个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要稍写的镜像 这一个镜像呢 就是我们放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按紧号键 然后呢就是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 这是两部分的内容 重复菜单 按9 然后按紧号键 现在好像有谁的拨号进入的声音 请各位参加的与会者 可以把自己的声音给Mute掉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不会把你的声音 传到我们的整一个平台上来 谢谢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Installer 这一个主程序 那这个主程序在我稍造我们的Appalys 或者Colibli MX6模块上面 它其实是这一些文件 因为它其实包括很有几些不同的配置文件 像的有些我们的那个节省Image 这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文件 那其实它这个程序的本身就是TESI.ITB这一文件 这文件是包含了我们整一个 Installer这个软件 就是上显到我们的平台上 MX6这个平台上面 那目前您可以从我们的网页上 已经可以现成下载它的是 这些模块 像Appalys MX6 Colibli MX6 以及Colibli MX7模块 这些是我们已经现成的 TradixInstaller 这个工具 除了我们新发货给你预装的模块之外 你还可以把这一个工具装到你自己的模块上 当然你自己模块上可能现在在运行 Linux或者Windows11 当然这个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它直接安装过来就可以 那这里面我们最主要的是第二部分 就是说是除了Installer这个程序它补生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说它的镜像 这个镜像就是我们通过 InstallerDexInstaller 这个工具它获取下来 然后会根据我们这个镜像里面所预先制定好的一些规则 把它烧到我们的Flash上面来 那这镜像里面最主要的几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到 像RossCE以CE为例 我们看到这一个是C7它本身的操作系统镜像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 然后我们一个看下来 第一部分是看到它的一个注意文件 CleanerRGB BIM 真的是它的注册表文件 因为有一个东西对C1来讲 它的大部分配置都是放在注册表里面 当我把一个系统配置好之后 我肯定要把我的注册表同样的也放到我的新的MX的模块上 那我就可以把我注册表的配置信息导出来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它称为CleanRGB BIM 那这是一个干净的文件 你可以从你现有已经配置好的MX的模块上 同样把所有的注册表都导出来 那第二个文件是一个eboot.spl 这个文件是我们MX上它的一个启动的文件 它是成为特别是中的Windows CE 它是有一个eboot管理的 那这个eboot它是一个终端用户的一个license协议 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Windows CE 是Windows CE的用户它会遇到这一个 因为它是需要遵守相应的license 那这个文件的image.json 这个是整一个安装镜像里面 就是说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制作镜像的时候 它最需要最多操作 或者是当你后代进行一个配置的一个小本文件 在这里面我们会指定各类 比如说是我们MX16上它有分区 这个分区是在存放我们的其中文件 下一个分区用来存放我们的rootfs 那第三个这一个marketing.ti 这个文件它是压缩包 压缩包里面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图片 因为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它在整一个Toradix installer安装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图形化界面的 那如果你接下来在你的产线上 比如说我要在我的产线里面 我还是用Toradix installer这些工具 但是我在我的安装界面 也想显示我自己的logo 想显示我们自己公司的logo 或者说我在上面想显示一些提示性的标 一些标语 来提醒我们的操作人员 才应该要注意这些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把你这些需要的显示东西 就放到一个做成一个图片 然后把这图片放到打抛成 帖铁压这压缩格式 在这个时候放到我们的安装镜像里面来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的Toradix installer 会读取这一个压缩包里面的图片文件 然后把这些图片文件 显示到我们的安装界面来 这样做相当于是给你自己的 Ininstaller这个工具做一个定制化的一个界面 那这一个就是在CE里面的 它本身Windows CE的镜像 目前Toradix installer 它可以支持几种格式的一个 的CE的镜像格式 首先它是NBX 这是我们Toradix 它本身我们自己的一个压缩文件 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个刚编译好的一个文件 然后特别Windows CE的文件 然后进行压缩 这样的话它有一个尺寸会变小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你用Planetform Blu的 自己生成一个镜像的时候 你可以用并文件 用那个Load的并文件 然后把它放过来也可以 目前是Ininstaller 可以支持这两种格式的 然后这个SPL文件 是我们的MX6 在我们新的BSP里面 启用的一个启动机制 就是说我们原来早些的MX6 无论是Windows CE还是Linux 我们都会通过eboot或者eboot 直接把我们系统加载起来 那在我们后面的最新的几个版本的系统里面 无论是CS Linux 我们引用了SPL 这个是分两步 就叫Second Face Loader 这个功能 就是说我们会也针对我们的模块 进行一个两步的一个启动 那这个是我们的Splash Screen 就是说是在我们的系统启动的时候 到我们的开机logo 这开机logo只是我们的MX6 这本身这一个模块 它在启动的时候 如果你的产品里面外面有 它实际的产品中 它是有一个显示屏的 那它是在我们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这个图片 那我们这个格式 它是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 是叫做个TSS 这个是 它是根据我们的BMP文件 生成了一个Splash Screen格式的一个图片 这个同样也是SPL 但是我们的SPL 因为主要是 它是跟硬件底层 特别相关的一个小端的一个程序 所以它会针对Appleys 跟Colibrate的两个不同的模块 做到一个不同的SPL文件 那这个lapapp.sh 这个是CIO脚本 这个CIO脚本 它其实起的主要的作用 就是说是当我把整一个系统 都准备烧写的时候 它会作为一个EMC 可以做一个操作 因为在说可能已经了解到 我们的MX6模块 从Linux应该是从VR.6.1 包括我们的Windows C 应该是从1.2和1.1 大家有点忘 从那个版本开始 我们的EMC 其实起用了以后叫做Boot Partition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好处就是说 我们会把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启动文件 比如说我们的Config Blog 比如我们的Eboot文件 以及我们的Eboot文件 都放在我们的EMC上 有一个叫做Boot Partition的一个分区 这个分区上面 它整一个存储的一个可靠度 会比剩余那一部分更高 就是为EMC 它本是其实分成两部分 最开始那一部分叫Boot Partition 第二部分是叫User Space一个空间 第一部分的空间里面 它其实整一个差处次数 包括文件存储的文件 都会相对于User Space 会高很多 所以说我们会在新的BSP Windows C 还是Linux BSP里面会启用Boot Partition 这个功能就是在我们的Wrapup SH这个脚本来完成的 当然这个脚本它是自动执行的 除了完成对于MMC操作之外 你也可以添加一些 你自己的一些脚本 比如说我在整一个BSP 烧写完成之后 我想让它系统自动重启 那自动重启的Reboot的命令 我们就可以添加到Linux Linux的脚本的末尾 但就是我们当用TorotX Install 安装完你自己的BSP 或者BS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让它系统安装完 而不需要您手动的点一下 Reboot或者关机这个按键 那上面之前介绍的是Windows CE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针对Linux Linux这一个BSP来说 它如果想要使用我们TorotX Install 这个工具来安装我们自己的BSP 那您需要准备哪一些文件 这个就是我们这张PPT就介绍了 我们用在Install下面 Linux它本身的一个Linux这种操作系统 它需要准备的一些文件 那当你把你这些文件全部准备好之后 你完全也就可以用你自己的BSP 或者你现有的BSP 来生成这一个对应的 Ether Installer这些镜像 然后这种方式生成完之后 你就可以用我们预装的 Ether Installer这一个工具 直接非常简单方便的方式 从你安装成你自己的操作系统 无论是Linux还是Windows CE 那Windows CE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 你把它下显的文件 要注册表 或者它的CE本身的一个镜像文件 还有它的 如果你需要有一个开机logo的 把下显的文件全部都放到这里面来 那它在启动的时候 Ether Installer这些工具就会自动把这些文件 像逐步的烧写到我们的Flash上 那Linux上里面也是 首先我们Linux看到了 它是一个叫做BootFS这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其实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启动文件 这个里面它包含了两类文件 一类是我们的Linux Kernel 本身已经编译好了二进式的有Image这个镜像 以及我们的Device Tree这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它是会打包成一个压缩包的格式 放在这个我们的Ether Installer这一个镜像文件 镜像文件夹里面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RootFS 这个就是我们Linux里面的文件系统 那这个文件系统里面的时候 我会把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现有的MX6的文件系统 全部给复制出来 打包成一个RootFS这个压缩包格式 那我们就形成了我们Ether Installer 它安装所需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文件 那这一个Image接生这个配置文件 跟我们前面看到的Vinux CE是一模一样的 它在这里面也是会有一些配置文件 来告诉你我需要把 比如说是我需要把我的BootFS烧写进来 我需要把我的RootFS烧写进来 它所有的一些配置功能都是在这个里面 Marketing TAR它这个文件夹也是一样 跟我们是一样 就是说当你需要定制化自己的Ether Installer 这一个安装的GUI的时候 比如显示你自己的logo 或者你自己其他的一些提示性的语言的时候 都可以把这文件放进来 SPL也是在我们的Linux里面 我们会在MX6从2.2.6.1的BSP开始 我们会使用SPL这些方式 那SPL它其实是有Boot一部分 那当我们把从有Boot的原码编译完成之后 它在有Boot目的下面就会生成对应的SPL文件 那我们把这个SPL文件复制过来 放到我们的这一个安装镜下的文件夹下面来 也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有Boot文件 是针对MX6的 LapApp也这个功能跟前面提到 Windows CE下面的LapApp文件其实是同样的功能 在这里面我们除了完成对EMMC的分区 以及设置EMMC的启动方式 也就是从Boot Partition启动 以及我们如果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脚本 你特别是在你的 例如你的开机自启动 那这种方式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你的文件给放进来 所以那我们上面大概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我们的Toralex Installer这一个工具 它除了它本身的一个在MX上 以及固化好的一个安装程序 以及我们如何做自己的一个镜下文件 那首先那我们现在举一个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现有的E-Installer这一个工具 那我们以Linux为例 那我们这里看到的镜下就是ColibramX6 它的一个E-Installer的镜下 就像我们前面PPT里看到的一样 它里面包含了这一些文件 那这些文件里面主要的如果你准备好了 你自己的RootFS文件 然后把BootFS文件之后 你就可以这样放全部给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复制到我们的 如果我们从本地烧写通过XT卡或者油盘 它把这些文件直接放到我们 XT卡或者油盘的根目录下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最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叫做 Image JSON-FS这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说它会告诉我们的 Toralex Installer这一个工具 这个系统我们要烧写哪些东西 现在这个文件的介绍 我们其实大家如果已经了解过的话 可以从我们的Developer的网站上 我们有一个页面专门也是介绍 这一个Toralex Installer 以及它相应的一个配置文件 它整一个格式 包括它的一些操作的方法 那我们这里大概简历的介绍一下 那第一个变量就最常是 叫做Auto Install 这个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就是告诉我们的Toralex Toralex Installer这一个工具 就是说这个镜下 Eden Installer这一个镜下 它是否需要自动安装 就是如果您比如说 想要实现一个目的 当我把我的模块上电的时候 让它自动安装 就不需要我来选择 我需要安装Linux 还是Windows CE 那我们只需要配置这个文件 就可以 我们把它配成True 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当我们把这个 sdl回油盘插到我们的底板上 然后让MX6启动的时候 Toralex Installer会自动认为 这个镜下是我需要MALL安装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自动的 直接给安装过来 就不需要任何能够的一些选择 或操作 那这个config format 我MALL的情况下 目前我们版本 都MALL配置为1就可以 后面这些其实是一些描述性的 就主要是针对我们的 这一个安装镜像 做一个介绍 它的名字 以及它的版本号 这个文件有一个supported productID 这个ID 就是指我们的MX6模块的ID 硬件ID好 这个ID好就告诉我 我们这一个镜像 就我们现在做的这一个镜像 它适合于哪一系模块 因为我们当然不希望把我们MX6的镜像 烧到我们MX7上面 也不希望把MX7的镜像 烧到我们的Torale 或者或者您自己的vibray 或者是甚至是其他的模块上面 这些都是我们不需要不想要的 或者说 所以说我们会这里会定义一个变量 您把这一个镜像 它适用的模块的ID 听下来就可以 那我们这里就支持的是 是实时实物 所有分别是代表的是Aparlis 系列里面的几个模块 比如说是1GB的2GB的IT的 我们都有个对应的ID号 这部分是针对一个镜像的介绍 然后现在我们往下走是看到 这一个block device 这个就是 接下来一部分就是针对我们的EMC的一个描述 就是说我们在EMC 我们会这里当做一个block设备来做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分区 我们是要刷新的一些文件 所有的这些配置我们都在这里完成 那我们看到这里它会有做两 所以说也会有一个分区 partition是一个 那我们可以看到 partition里面它其实分为了两部分 这里partition里面是第一个部分 是block MMC block0的一个 以及我们下面的boot partition 这两部分来做 就这样 这里就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EMC上面它要进行最基本的 它首先要创建两个分区 那么在boot partition里面 boot这个分区里面 那我们需要安装的一些文件呢 它会就会显示 我们需要安装的是这一个 这个文件 bootfs.itgz 那我们会把这个文件就给烧进来 就是在这里是指定的是 你自己所需要烧写的一个文件 bootfs 那我们前面也提到 bootfs bootfs这里面就主要是包含了 我们的linux 有image镜下 以及device tray这个文件 那接下来这个unpressed size 就指的是我们的一个 它的文件大小 当然是指的是它解压后的大小 这个我们就解压后 它的单位10兆 我是4.39兆 这个数字呢 其实它不会影响你本身烧写的过程 它会显示在我们的todact installer上 当我安装系统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进度条 这个进度条呢 就是说是根据我们的文件 大小来设置的 就是这里有4.34兆 它一共烧写了多少 已经烧写了多少 它显示这个进度条 但它不会说是影响到 你文件本身烧写结果 它只是给显示一个界面 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的分区就是我们的rootfs 这用rootfs的功能 它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在这一个 就是image里面 它给它设置好 它是需要有哪几个不同的 不同的一个分区 那这里我们会稍微 因为我们会采用ext4这一个格式 这个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从我们最新的v2.7beta4里面 我们会从原来的ext3切换到ext4 所以说如果你是从之前比较早的 如果您我们现在说应该是的 稍微你比较早的一个镜像 那你像在这里需要把它给更改一下 改成我们之前使用的ext3这一种文件格式 那同样我们在这里有 这里有一个边上也会说明 这一个rootfs 它说在未解压之前的大小 那这里的两个就是说 它其实是针对的是 我们rootfs这一个分区来讲 它会最小的 它是会要有512个block来做 然后它会有一个want max 就只是我们上面的分配完之后 把剩余的空间全部分配给我们rootfs 那有些在做的可能可能在听的 可能各位想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如果我想要充填一个自己的分区 那没问题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再重新再写一个 来规划你一个你新的一个分区就可以 这只是我们默认的 这个当时在第一个block0上面 这EMC上除了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block0之外 是用来我们存放我们的 是我们的rootfs以及bootfs相应的文件 比如我们的有image device tree以及bootfs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EMC上面 它有一个bootpartition那个分区 这个分区上面用来存储的是我们 连接客室或者是windows CE 它的启动文件 那这就是我们在image里面 配置的第二部分的一个内容 就是这一个block0 boot0这一个分区 那这分区里面我们就主要存放的是SPL 还有我们的有boot它编译好的一个文件 那就是存放在这两个里面 因为其实细心的听众可能已经发现 我们这里其实是用了一个deleoption 这个其实是linux里面的一个命令 那因为toatixininstaller 这个工具它本身就是后台后面 是基于linux来做的一个软件 所以说它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是支持基本的linux实现命令的 那我们在这里会用dele命令 来做两个block的一个大小 来存放我们的SPL 以及在偏移在138block的偏移的地方 偏移的地址放上我们的yourblock 这个我们的yourboot 那些其中文件 那这两个文件因为全部都是low格式的 它并没有采用ext3xt4 或者是采用fat的格式来做 那这整一个就是我们的 就是imager的一个文件 它是来配置 告诉我们toatixinstaller 我们的emmc它需要怎么分区 在每一个分区上面 它需要存放的一些文件 那这里我们就是这个文件 它就简单的基本介绍了 它是大致创一个分区 分别是用来存放我们的boot文件 至于yourbootsl 这是第一个就是bootposition 以及在我们的第二个空间 就是space view的地方里面 我们装建一个blocklin这个分区 用来存放我们的rootfs 有一个命运的device tree 那这里比如说是你想要更改 你自己的rootfs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文件给替换掉 替换成你自己的 包括名字全部都对改一改过来 改成你自己那一部分就可以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文件 实际文件比如说是这两个 像这两个这几个文件 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文件 那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文件来替换 那我们介绍了 就是image文件配置之后呢 我们就大概来实际的演示一下 我们的这整一个文件的 intradical installer 它需要怎么安装我们的linux 就是gnose ce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会用我们实际现场的方式 来演示一下 我先把我们的屏幕给看一下 至于我已经把我摄像头给打开了的 那当我们把摄像头上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连接的是一块 Colivory MX6的一个模块 那我们当把我们的模块放到我们的板上 我们其实只需要连接几个简单的一个线就可以 比如我们首先当时我们的串口 这个这个串口呢 其实是在我们的整个操作过程中 说操作过程过程 它并不是说它一定需要使用的 当然连上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Tradix installer 它本身后台的输出 然后呢你需要连接的是以太网 以太网是需要保证你能访问到我们的外网 然后第二第三个需要连接的是我们的显示器 BGA当然这个模块可能取决于 你所使用的模块的一些差别 比如说如果当您使用Apanic MX6的时候 你可以连接DVI或BGA 这样都可以连接Colivory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这里连接到我们的DVI排线之后呢 你完全可以在这里连接你的DVI显示器 当然MX6上面它还是除了我们支持 已经现有的一些桌面线线之外 它还可以支持AOCD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也是视频里面看到的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连接我们自己的一块AOCD的液晶屏 那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操作 那好当我们把整一个模块连接好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上电 上电上我们可以往摄像桌网上 可以看到这个界面里面其实看到是我们的MX6的模块已经全部已经启动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现在已经会有一个现成的几个模块提供 比如说是有一个Linux的一个安装镜像以及Windows 11的安装镜像 那当我们使用这些镜像 使用完了之后 当你连接我连接从我们服务上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自动安装下来 那我们现在会比如说把我们的鼠标点到我们的开发板上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现成的方式直接来操作 整个过程全部是图形化界面里面完成的 那我们这里看到是一个现成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一个Toradix Eden Store的镜像服务其实还是目前在国外 所以说有些用户当您在使用 如果你已经使用过我们的Eden Store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他整一个下载过程可能会比较慢 但是我们目前正在解决 我们会应该会进很快 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在我们国内设立一个镜像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在连着 启动的时候连接我们的外网 你的MX6模块就可以非常快的 从我们的服务国内服务器上 把这个镜像给下载下来 那这里是我们可以可选的操作系统 那比如说是我们选择是Windows 117 那上面我们可以大概介绍一下他几个功能 Refresh是指的就是说他会刷新一个我们目前的界面 如果您在本地有一个SD卡的一个镜像 在SD卡上也有同样的文件 那么他也可以把它给 同样也可以把它给那个实列出来就是Refresh 那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我们在SD卡上面已经写入了我们的TESI的一个镜像文件 现在我们来随便我们打开一个文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SD卡 那这个SD卡里面的就是我们现在有的Windows 111的一个镜像文件 它是这MX6的 那我们把这个SD卡放到我们的Colable MX6的底板上 那我们就可以待会他就马上可以识别出来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从SD卡上面看到的 是Windows 117的镜像 那这就方便了我们的用户 就是说如果您的现场或者你的生产环境 或者无论是您实验室里面如果你的模块不太方便 直接从以太网下载 你就可以从我们 我们从其他服务上 从你的电脑上 在下载好之后 把你的这个TADY的镜像 放到我们的SD卡或者U盘上面来 那他就可以从我们的本地来安装 所以Toradis Install 它可以支持的是两种不同的安装方式 那这也就另外有一个可以从我们的摄像头上可以看到 有一个E-ray的 这个这个界面的一个 这个它是主要是用来插写 就是可以把整个Flash给插写掉 那当我们选择Windows 117 然后点击整个屏幕主要叫做Install 这个按键的时候 整个过程它就会 MS6就会从网上自动下载下来 并且它自动完成一个安装 那从界面里我们看到 它会有一个针对Windows 117 它需要你 它需要你的遵守EULA这一个协议 那整个过程在后台 再到到此为止 就是说我们的CE的一个安装 所以就可以基本上你已经完成了 现在你的整个过程就是说 只要是它往下来 它后台帮你完成所有的操作 免去了我们之前 如果您使用过用在SD卡上 或者是从U盘上 安装我们操作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敲各种不同的命令 你可能需要手动的来烧写你的 手动的烧写你的CE Eboot这个文件 以及我们的启动文件 各些文件都需要手动烧写 那现在我们从实际上就看到 它已经完全自己启动过来 那我们可以从断电给它重启 那现在我们从进的摄像头上可以看到 它现在我们的CE Windows 11操作 CE系统已经进去了 以及我们可以从所连的窗口上面 你可以看到目前我们进入的 是Windows 11操作系统 那这个步骤就是说 当您在拿到我们新的Colibri 所以还无论还是APALIS MX等模块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一个步骤 所以连上你的网线 或者是从我们的服务器上下载 上Toyotex installer 进行放到你的油盘 或者SD卡里面 然后把油盘 SD卡操作你底板上来进行一个安装 这就是我们目前这一个工具 它所需要让由你来完成的操作 它不再是跟我们之前一样 我们现成的给你安装好 操作系统 这一步是随着接下来我们每一个用户 当你新购买这个模块的时候 你需要手动自己完成的这个步骤 那CE的安装过程 我们大概也不相信 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 就是当您是在连上我们的服务器之后 直接可以从我们现有的镜下里面 挑选你想要用的 无论是Windows 117 还是Windows 112013 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第二部分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 您如何制定你自己的一个BSP 或者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你下来下来的镜下 就是我们Toradix 它默认提供一个标准的镜下 您可能需要针对你自己的应用 来完成你自己所有的一个 比如说你自己的应用程序 以及你自己的其中文件 以及你自己的一个 Flash Screen 开机logo的一个安装 那这整个过程也可以在Toradix installer完成 那现在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 在Linux下面的这一个操作过程 当然Windows 11它其实也是类似一个过程 你只要把你下来的文件考过来就可以 那在这一点是我们同样也会向您介绍 在这几个过程中如何做到 用Toradix installer这些工具 让它实现一个开机自启动的 安装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首先连到我们的一台Linux电脑上 Linux电脑做操作讯动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是我们如何从我们自己的镜像里面 来生成 无论是你现有的 还是通过我们的OpenInvaded 来生成产生一个自己的BSP 而用这个BSP来烧到我们的上面来 那根据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 Linux下面里面它最主要的其实是两个文件 一个是我们的 一个是我们的BootFS文件 以及RootFS这两个文件 这两个我们进化掉就可以 那首先我们来生成我们的BootFS文件 这里面大家可能还记得 这里面就其实包含了Linux 也有Image 这个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 以及我们DeviceTree 那这个是我们是用Platform 生用那个 我们Invaded它生成的一个BSP镜像 它是一个Qt的 包含Qt自己的应用程序的一个BSP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需要把它的有Image 以及我们的DeviceTree两个文件给烤出来 那这里面就是其实是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Linux文件 以及我们的对应的一个DTB文件 对应的DTB文件 把这两个烤出来之后 大家就都可以看到 一个比较放到这个里面 这里面当然我们需要做一个命名 因为我们的Linux系统 它默论会读取这两个文件 所以说我们把它这两个文件 考过来之后 我们需要相应的 需要把它的重新命名称 由Image 以及相应的 amix16.dl Qualibri Evl V3.dtb 这两个文件 然后这两个文件命名好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压缩 打包生成一个Tar.gz的格式 可能刚才有些听众已经注意到 前面我们可能在那个文件里面 用到是Tar.gz格式的 那我们现在用的gz 但是 TarInstaller 这个工具 它其实可以支持两种不同的压缩格式 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用这两个文件生成一个 称为Bootfs.tar.gz的这一个文件即可 那第二步我们需要获取的是一个Bootfs文件 Bootfs文件同样也是在我们用 Open Embedded 它生成的一个一个镜像包里面 对应的这个文件夹 那同时我们文件夹 文件夹 把它同样打包成一个压缩包的格式 但是打包在打包压缩包格式的时候 有些生物可能之前已经会体会 已经可能已经有经验 就是说是因为Linux里面 它每一个文件都是有相应对应的权限 那我们同样的也需要 也需要把它对应的权限保留回来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压缩包的时候 我们使用最好的事情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来操作完成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所有的一个文件的权限 包括它的一个Link 这种状态全保持一致 当然对于Windows CE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直接把对应的文件压到打包就可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所以他所使用的一个命令 就是我们会首先在命令行模式情况下 进入我们的rootfs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在这里面执行这一条命令 就是说针对把当前所有的文件 同时打包生成再回到 放到一个它上两集的目录下面 生成一个bootfs 这一个文件 通过这条命令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现有的一个rootfs 打包成一个 就是我们Toradix installer 这一个安装工具 它所需要的一个压缩包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上就是生成了这个文件 到为止我们就是生成了在做Toradix installer 这一个工具 它所需的要的两个最重要的文件 它的一个bootfs 包括我们的you image device tree 以及我们的rootfs 这个文件 这个压缩包 那我们把这个压缩包 放到我们的installer 这个进下文件夹即可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个 我们刚才已经准备好的 包含我们bootfs 以及我们的rootfs 这个工具的一个 这个文件的一个Toradix installer 这个安装镜像的目录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要操作的是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现成的Toradix installer 一个installer这个镜像 它把里面文件替换掉就可以 当然我们这里可能还需要做一个 几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配置操作 比如说我们会把原来的 原来的一个bootfs文件命名成 重新file name 修改成我们现在想要的一个 以及我们把它的bootfs 同样也改过来 改成我们的自己的文件 当然这一个上面的employ 为压缩的一个数字 一个大小也需要作为下一点更改 当然如果你需要更深一步的定制你的内容 比如说你想要替换掉 你有自己的有boot 那我们同样的在这里 我们比如说把你自己的编译好的有boot 替换掉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那完成这些步骤操作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Toradix installer来安装 那我们现在会做一个演示 就是说我们如何让它做一个开机自启动的演示 以及我们怎么从它的http服务器上来下载 首先我们如果开机自启动 我们首先需要把它这一个决生 因为因为就节省这文件里面 把它这个文件设置成q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安装镜像包 它会在开机自启动的时候自动来加载 那前面我们演示了 它是从sd卡上面安装的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来演示 我们如何从我们的http服务器上来 对于http服务器 我们首先当然需要建立一个 在你的局网里面建立相应的一个服务器 那我们这里用apache这一个工具 它建立了http服务器 那我们把我们的文件也全部都放过来 而这上面要注意修改的几个文件 就是说首先是在你服务器上 你需要创建一个 image list.json 这个文件也讲 这个文件是不是你需要来创建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的一些内容 这个文件它主要是包含来 来告诉我们的 Tradix installer 告诉他我们的http服务器上 有哪些可以使用的安装镜像文件 那我们这里就列出来三个是我们可以用的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三个我们可以用的镜像 然后以及它每个镜像 镜像里面它所对应的image.json文件 那这个callability.js.js.qt5 这个就是我们的刚才我们修改的一个 Tradix installer 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就是刚才的image.json 这个是我们把它设置成了 它可以自动安装 我们因为它已经配置成了True 那有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到目前 我这一步为止呢 就我们已经在http服务器上 配置好了我们的镜像管理的这一个系统 我们的tradix installer 这一工具它就在 它就会从我们的http服务器上 来发现这一个可以用的镜像 那这一步是我们是在服务器上完成的 就是当然您可以放在那里 自己有windows上还是linux上 这也都没有关系 只要它是提供了标准的一个http服务就可以 这一步我们就说是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加坡所需要设置的就是说是 我们如何在MX16 Tradix installer上面配置一个安装文件 这个文件来告诉我们的Tradix installer 让它知道我们应该从哪一个服务器上 来找一个我们对应它所需要的文件 那我们会把这个文件的话 这个文件当然也它可能并不是纯粹的 所有东西都从http服务器上来获取 因为它首先需要告诉我们Tradix installer 来告诉这一个软件它从哪个地方来获取 那这个文件的获取的方式就是我们首先 要把它放到我们的U盘或者 SD卡里面 就这一个文件TedConfig Jason 这个文件是会告诉我们的Tradix installer 这个工具它会要从哪个地方来获取我们的文件 那这里就是这个文件我们现在放到我们的U盘上面 这我们看到它会告诉Tradix installer 它需要从这一个IP地址的所在的服务器上 获取到这个Image Jason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刚才我们之前刚刚完成的一个配置 就告诉在服务器上它所完成的一个配置 告诉Tradix installer它有哪些镜像可以用 那接下来我们只要把这一个U盘插到我们的MX6上 然后开机它就可以实现一个自启动安装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待会也打开我们的摄像头 我们用一个新的MX6模块来演示一下我们的一个操作 好 那不然我们把摄像头调一下来看 那我们用一个新的MX6模块 好 那我们会把我们的框材包含了一个配置文件的U盘 踏到我们的MX6模块上面来 那这里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串口 那同样的我们在所有配置好处呢 我们给它系统给它双电 那它这个双电过程呢 它会自动加载Tradix installer 并且从我们的服务器上 那在我们把摄像头对着我们的显示屏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过程呢 它就是自动的从我们的HTTP服务器上来烧写 抓取的文件 包括已经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烧写界面 那这一个烧写界面呢 就是说是它可以非常方便的来看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显示系列 但MX6上面我们还可以通过远程VSC的方式来连接 那我们可以现在简单的连接一个新的一个界面看看 模块我们在连接之后 它默论会生成通过USB的连线会生成一个一个IP地址 就是这个这个镜像就是我们通过远程连接的方式 VMC的方式连接到MX6上面来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MX6模块上面 我们还连了一个USB的调试线 就通过这一个USB的调试线之后 大家可以看看摄像头里面的位置 通过这个USB的连线之后呢 它可以在我们的电脑跟MX6之间建立一个通过USB的一个 一个一个介绍形成一个网络 它默论的配置IP地址是192.168.11.1 这是我们MX6的一个地址 那我们同样的就可以通过我们电脑上装一个VMC的客户浏览 VIO的客户端直接连过来就可以 这一界面就是我们通过在电脑上通过我们的VMC来看到的 它整一个整一个超过界面 所以说除了你连接你自己所需要的显示器在MX6 连接显示器跟鼠标之外 你还可以在你的电脑上装一个VMC客户端 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获取到MX6 Toralex installer这一个界面的安装 那好我们现在再看看摄像头内容 它已经安装完成 那我们接下来把它整一个系统给它上电重启 在重启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串口上的一些输出 这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现在MX6上 它已经成功刷入到我们的Linux系统 当然是通过开启自写动的方式刷写 那再看我们摄像头 那这就是我们的QTA应用程序 那就通过这个一个演示 就我们告诉了 告诉了大家如何在通过OpenInvalid 或者是你现有的MX6的BSP来生成一个您自己的 针对Toralex installer的一个烧写镜像 然后这个烧写镜像它通过上电安装的 自动安装的方式来完成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到我们在生产线上所有功能的操作 因为整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演示的 它都是一个图形化界面里面 或者是您预先配置好的脚本的情况下 它可以自动完成的一个工作 那现在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HTTP服务 经常做一个统一观点 为相比于Linux来讲 我们可能用这种方式它会更直观更简单一点 做到一个更加集中的方式来过来管理 原先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产业上敲不同的命令 在窗口里面敲命令 然后做一些手通的配置 那现在有了Toralex installer这些工具之后 所有的过程你都可以用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一个统一集中的方式来管理 而且产线功能是用它们最少的一个操作 来完成你的一个量产编程的这个需求 最后一部分我们介绍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其他的模块上安装Toralex installer 这个工具 因为我们可能之前已经前面讲的东西了解到 在我们一个现有的MX6模块上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非常便捷的安装上来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买了一个老的MX6模块 或者是你是去年买的 或者是更早时候买的MX6模块 那你现在想要装Toralex installer 或者你想体验一下这些工具做一个评估的时候 那你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来把它给安装上来 那就是我们的Toralex installer这些工具 其实在网上是已经是公开可以下载的 比如说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developer上面 根据你的对应的一个所使用MX6的模块 下载对应的一个安装工具 也installer这些工具 最新版本都是我们的V1.2 那安装完了下载完了一个 installer的一个安装工具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比如说是我们拿一个来 比如说是MX6 也收了这一个版本 那这里就说是整一个Toralex installer 它本身安装工具 那我们在命令航空的模式下 进入这一个工具栏 工具栏即可 那这里我们另外有一步需要操作是在我们MX6上 因为现在Toralex installer这些工具 你只能通过恢复模式的方式来进入 就是说首先需要把你的MX6模块带入到恢复模式 进入到恢复模式 我们目前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比如说是您在eboot里面 你可以直接在eboot里面输入 bmodusb这一条命令 或者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c 那在进入eboot之后 分别挑boot from usb 以及履boot这两条命令之后 模块重启它会自动进入恢复模式 恢复模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同样也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连接这一个usb的一个接口 当然在aparty上面我们可能会在另外一个位置 当然这一个线是它是必须连的 因为我们的Toralex installer这一个工具 它会通过我们的usb接口 放装入到我们的flash 装入到我们的rem上面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然后我们在进入恢复模式之后 我们可以执行Coverlet Windows这一个脚本 执行完这个脚本之后 我们就会可以看到我们 把Toralex installer这一工具 就安装到我们的mx6模块上面 然后你在mx6模块上面 就可以是根据我们前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一部分内容 安装你自己的Linux 或者Windows11这操作系统 好以上是本次网络研讨会议的大部分内容 我们总结一下这次会议的主要的一个 一个介绍一些部分的内容 首先就是说是我们会在新的模块上面 你mx6mx7上预装我们的Toralex installer 这一工具 然后第二我们同样也介绍用户 您如何自己通过你自己的BSP 或者OpenInvaded 还是PalafoneBuild 来装你自己的文件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实现一个开机 自启动来装方式 这种方式就非常适合于我们产线上 来做一个量产编程 那所有的配置文件 它都可以放在我们本地的SD卡 或者油版上面 当然也可以放到我们的http http的网络服务器上 只要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 我们当然 TradX6我们的模块 它就会自动上电的时候 从那个上面抓取下来 安装到它本地的flash上 以及我们刚才最后一部分都能讲的 在我们没有预装TradX installer模块上面 如何安装这个工具 通过这个工具 你可以首先非常方便的来体验 包括实际来安装 或者是研发一个 你自己针对于TradX installer的 这一个安装工具 以上就是本次网络会议的所有内容 接下来看看大家是否还有些相应的问题 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迟迟放到我们的 有一个会 你可以在你的参与列表里面直接在线提问 或者说你不方便的话 现在不方便讲 或者是你现在遇到新的问题 也可以联系通过我们的邮箱 联系到我们TradX办公室的同事 好 好 好 Prodix ID的话 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的串口工具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从我们后台Console那个界面查到 我把屏幕共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 在ProdixDeviceTrain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它会有一个TrodixProductID 这个就是我们的它实际的一个产品 TrodixID这个编号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针对Quality MXG 它就是0017 它是在ProcessDeviceTrain 然后是TrodixProductID这个目录下面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那我们就结束本次网络会议 谢谢大家的参与